那应该就走两个套路了 走两个流程 那今天肯定准备准备了的 嗯 虽然我认为他准备的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各种一波 各种各种花式一波应该是 但是应该也会准备别的东西啊 对 我们来看看出生点位 地图下方的七种方式就是蓝色的重组选手 以及乌克兰的选手不赖 出生在地图上方的两种方式就是红色的人组选手 那是阿菲卡战队的TY 你看他们要去了呀 泰山压顶蟑螂一波 确定吗 哈哈哈哈 妈了个鸡的 那没办法打打不过那怎么办吗 想赢的呀 对不对吧 对 想赢只能这样来 那那那你说怎么办 不赖其实是一个就 你年年龄越大 你就越早能够清晰的找到自己定位的这样的一个 他知道自己 他知道这正常打是打不过全内阳 全内阳比他强 对吧 他他不否认这些事情 但是通过一些战术 这个就是对 哎呀 他打谁不都是拼一枪吗 那你要看他吧 这个就是 打中国选手 然后拼的比较少 废话 那中国选手有实力 我们当然可以拼的少了 为了刮杀不择手段 他的目标就是刮了一千块钱呀 我跟你们说了呀 反正来就有反正他出现就有五百 对不对吗 然后如果刮杀刮得到一千 那蛮好 你说他要出现 我估计他也没抱什么希望的这个小组出现 嗯 对吧 他就他就 他就刮这个 这五百块钱就好了 也没什么错 然后选择看来没有基地 慌得一憋 再会儿 哼 怎么会想到在这个位置吗 下来看到 妈的选择是有经验的好吗 看了也妈个叫 五百人民币不是五百刀 妈的这个比赛如果持就对 三十二十四强都有五百刀的话 那我们也也起飞了 是的呀 妈参加这个五百刀 那我们得多多富裕啊 就我们现在讲你乘七啊 是的呀 乘七那得多少钱呢 现在两万刀呀 乘七不就十四万刀呀 十四万刀 那那不是一百万人民币出去了 是的呀 一百万人民币 如果是一百万人民币的话 那你觉得马入还会突出墨吗 哼 妈的 不不不不不 你错了 如果是一百万人民币 我就不要他打 哼 不是他突突是墨的问题 是我不要他打 王哥硬起啊 是的呀 他来了我就回他三个字 有骨气 哼 要打呀 你想打 你得打预选赛去啊 预选赛我可以让你报名的 哼 实际上说不了 黄哥我跟你说 我们作为赛事主办方 妈的 我们 首先我们要报这个开放的一个态度 开放的呀 那打预选赛呀 然后第二个预选赛 预选赛阵赛全部放周末 你不是周末有事吗 你不是周末有事吗 全部放周末 哈哈哈哈 你的比赛都在周末 我看你有事 黄哥牛逼啊 是的呀 哎 这导弹车又是冒炸的 怎么可能 炸的叫导弹车嘛 这不可能 炸的到 是 那黄哥如果他他万一跟你道歉呢 你怎么办 道歉呀 那 那没问题的呀 邀请你啊 还是放周末 对不对吗 放周末是我们的 应该的 我100万人民币的比赛放周末怎么了 他把观众朋友们也是周末 有空看呀 那没错 对不对 我也不是针对你 我把我为观众朋友们照相 好不好 那放比赛放周末不是应该的吗 这个 这个打兵去了已经 这个就很无奈你知道吗 这种比赛我看就是 他很想赢 但是他没办法 无奈的一逼这个比赛打的 各种的在被占便宜 就不赖这种 你妈的 真的 反正就拼一场 全带牙就在家里面 等着他退就完了 他只能拼一场 而且全带牙还有侦查 死灯还在往家绕 真的被不赖打死 真的很稀有 我跟你说 这种 这种是不可能打得赢的 这种不赖 这盘不赖能打赢吗 就 就不可能的好不好 全带一样 跟你讲 你妈的这个 拼逼我靠 到现在的妈妈 一个东西不补 反正老子就一拨了 你多变个火灾了 你变七个火灾了 直接把这个砸了 不好吗 我靠 我急火打一下 不也掉了吗 这怎么可能打进去呢 这搞笑了 真的是 兴奋剂子一半了 兴奋剂好钱 都是不赖的胎米 兴奋剂好了 就不用打了 我这种你找到两个 这这十二条狗 应该是不赖 最后最后一波了 最后拼一拳的机会了 因为新闻就好了 哎 全带像这种 不可能打得进去的 三个宝 你拿头打 其实不赖已经 已经打出了骨气 我觉得 你不觉得吗 黄哥 不赖不认识都这么打 全带像 你妈各种照雷打 全带像觉得不对啊 你妈的按道理来说 他该退了呀 他为什么还在运营 难道他偷矿呢 偷毛的矿 哎呀 不赖 你妈的 无奈呀 这真就是无奈呀 真的就是无奈呀 这个黄哥 你造七个火加狼 去秒地宝呀 是不是吗 不不不 你现在跟他说这些话 就没有意义了 七个了 七个了 去把地宝先秒了呀 哎不是 你秒地宝有什么意义 现在 现在有兴奋剂了 不是刚才没有兴奋剂 有兴奋剂的这种 怎么可能打进去吗 最后一波 来了 上面两个坦克 全带像野生的狗屁 你给他点机会吧 为什么要给他机会 机器 你妈 不赖了 真的是醉了 他这种 你妈怎么刮到十万刀的了 不知道他怎么刮到的 他欧洲比较刮的比较多一点 对吧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要拼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刮到这十万刀的 那你妈 你怎么不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要拼 但是他 他经常拼死人 经常能干逆补 你怎么不说这个吗 是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拼P 但是他还真这样拼死人 而且布莱很自信 我跟你们说 布莱心目当中他永远是顶级重组 不自信一点 可能人都没了 他自信的一批 因为以前做比赛什么的 只要不邀请他 他就要上来跟你比比 你知道吗 他就要跟你说 你妈你凭什么不邀请我 我他妈也打得很好 然后你说 那我那个 我邀请那个 上次不是邀请那个 Morino的吗 Morino的不是5比0 5比0韩国之后 就不是就邀请了Morino的吗 对啊 就有次我们做比赛 然后他跑过来问我 为什么不邀请他 我说 那被人Morino的5比0韩国 我们这边想 想邀请他 怎么了 然后他说 我比他强 我WCS积分比他高 你妈你不邀请我 老子就去暴雪投诉你 他弱智吗 我靠 真的呀 他真的这么跟我说的呀 这你妈 他说我比他强 然后我WCS积分比他高 你邀请他不邀请我 我就去暴雪投诉你 那你去投诉呀 我靠 去死吧你 然后我说 我他妈被他一时弄得雨塞 你知道吗 妈可这有什么好雨塞的 我被他弄得 又去了 又去了 这有什么好投诉的 我们的比赛又不是暴雪体系下的比赛 对不对吧 是的呀 我做个NS我关你毛事啊 我靠 你妈一没暴雪积分 对吧 二里又没暴雪 又没出一分钱 我自己出钱 我邀请谁关你什么事了 我靠 他跑过来 就算 就算有积分了 对呀 我邀请谁 我想邀请谁 不是还邀请谁吗 跟你有啥关系吗 不 我就要投诉你 然后他把他跟你吵 你知道吗 还莫名其妙的 我靠 这有点二 对呀 他真去投诉了 又是老套路啊 蟑螂一波 对 他真投诉了 是 然后没有人理他 他就算了 他这个蟑螂一波非常极限 14农民的基地 拼一枪啊 他他就是压顶拼一枪反正 很快 这个蟑螂一波 两气啊 你们不要小看 今天他因为打的是全太阳 所以说感觉战术 没法成功 如果他 如果是这么 今天天梯 你们打的是 这种国服 这种什么大师 亲三位的生活 不不不 我跟你说 后面有 后面他不是 他不顶着聘 什么比赛都来刮杀吗 然后后来我 你妈邀请了他两次 你知道吗 然后他跑过来 还跟我说了一句他妈果然是好兄弟 是你吗 真的呀 后来他不是顶着300拼吗 他顶着300拼来打两次比赛 他跑过来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妈的 你们只要有比赛 我都肯定会参加 我找到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什么代理 我过 我打韩服只有什么180拼 你们叫我我就打 又看到了 看到了呀 没机会了 我觉得布赖应该对中国的玩家 应该挺有 挺友善的 因为当时其实也是赞助过他来WCG 真的呀 后来有一次 他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反正以后你有比赛 你叫我 在韩服的比赛 我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代理了 我过来打的话 只有180拼 反正你们叫我 我肯定打 然后想发了 那么有诚意呀 后来有两个比赛 我就叫了他 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直播间有没有兄弟 以前 我来打WCG有没有赞助过他钱吗 应该没有 应该 肯定有人赞助过他的呀 我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蟑螂一波有点凶的 我告诉你 14农民 比正常快多了 拳太阳都没想到那么快 基地都没造好 这他妈的真的平我 老子不管 为了刮杀不择一切手段 这个 这个战术 诶 炸进去了 这这五手背反正也破了 这个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战术真的有点 诶 卡人口了 全带阳 诶 我说真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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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差一点啊 那也是真的是 临危不乱啊 当然这个局面还挺危险的 本来有点太贪了 打完之后直接进去了 他就应该在外面 把那个海浸房打了 海浸房打了 全天最多最多 就出一个导弹车 什么都出不了 学到了 妈的以后我也这么打 我靠 我还拼一枪 你妈打的又快 其实黄哥我告诉你 这种心态 就是你妈愤怒的心态 你知道吗 没有啊 打的快啊 不是愤怒啊 爽啊 然后 你这种心态绝必愤怒 不是愤怒 是你妈的 你这个时候就觉得 他很痛苦 你很快乐 与其被飙车 对不对 还不如你这么打别人一波呢 天际上的确有很多人飙车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飙车 那不管 我靠 你妈我看到人做 我觉得他会飙车 你妈 我妈看到人做 他先打一波 我靠 不明黄哥 黄哥你们的心机世界 已经不美好了 不美好 最近对接话 很难受啊 生无痛绝啊 很难受 不知道怎么打 迷茫 充满的迷茫啊 这两个 这两个早上就跟你玩具体感 你怎么办 不然还要冲一波 他肯定要冲的呀 他不 他不能停的 他最后就是靠一波狗 狗 这狗火炸狼 然后中一颗雷 还行嘛还行 我说他就 他如果真的不中这个 不中这颗雷 真的有机会打死 你觉得呢 是的 不中这颗雷 真的有可能打死 没了没了 坦哥出来了 死了 很 其实全太阳很危险 全太阳那颗雷有点贱 不是那颗雷 那么多狗上去就打死了 这个战争真的有点猛 大家记录是14地啊 14地 然后直接去拍几地 14地拍几地 然后家里面雪池 蟑螂潮对吧 你在天际上打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在天际上 绝兵没有像全太阳 这个意识 第一时间能够发现这个 第一时间能够发现这个基地的 他后面是 拍了基地之后再 补雪池气况 对啊 雪池气况 然后蟑螂潮 然后再补房子 两气你要记住 然后再补房子 补电农民 对 你就他现在 一共22个农民 反正打到现在 22个农民 就两 满彩嘛 满彩 单矿满彩嘛 对吧 单矿满彩 大家提狗树的 没有狗树也不行 但是他开始不提的 开始还是 开始有蟑螂压嘛 就是 对 有点厉害 这这真有点厉害 妈全带阳守成这样的 哎 我觉得未必能守住啊 妈都说你再打死啊 我靠 不会吧 他妈这都拼得死吗 哎 死了 死了全带阳 没了 看你 这你妈 哎呀 我他妈醉了 这你妈 我真不骗你们 这个战术真有点 真有点凶 我看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点凶了 这 全带阳你妈 估计也有点迷茫 我靠 我手成这样都打死了 现在 感谢送这礼物的人 如果就这在博山输 他肯定很气 对 为什么会被这种重途打死 现在 不赖已经生活还不错了 就是 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的吗 他后来不是有一次什么比赛 我们邀请他来过一次中国吗 对吧 他类似 你还记得他跟我们讲 他在乌克兰那边 什么他自己种菜什么的 你还记得吗 对啊 自己种菜 自己修房子 对 他说他家的房子都是他自己盖的 然后 然后我说那你吃什么呢 他我家后面有个院子 我自己种菜的 然后 然后再买点什么东西 什么的 后来现在他已经在那个 已经在那个基辅那边 自己买了套公寓 在市中心买了套公寓 然后娶了个老婆 对不对吧 嗯 很多年前的 很多年前的 这个是 不赖在 不赖在乌克兰 乌克兰也算是个 蛮有钱人的 对 现在已经算在乌克兰 过得不错了 就靠打星际 还是改变自己人生的 就之前他在乌克兰过的就是 不是特别好 然后 然后他当时 当时你还记得吗 他跟我们说什么 他什么 他在乌克兰一个月 只花几百美金什么的 你还记得吗 两百美金一个月 两百美金还是三百美金 两百美金 两百美金 那次就我们坐在那聊天 一堆人 对吧 对 然后我们对他 我们主要对他这个 什么自己修房子 什么乱乱什么 种菜什么 就很 就比较 蛮感兴趣的 就跟他聊天 在那里 然后他就 他就跟我们讲什么 他一个月只花两百美金 感谢 感谢 Roy天下 Roy天下第一的一个飞机 这个是适当 不 不知道怎么赌啊 你这个 日昂吗 日昂 不知道怎么赌啊 天下第一的飞机 对 当时他说他花两百美金 然后我们说 我靠你两百美金 你怎么活 然后他说 你妈的反正什么 吃的啊什么 都自以重 后来反正这几年 打星期挣了不少钱 就去 在乌克兰买了套房子 然后娶了个老婆 然后现在继续 继续每天都在刮沙 第二场 全能量肯定并赢 感谢用户77899885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把这个兄弟每天都在送你 兄弟可以了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 不 乌克兰那边的物价比较低 因为上次那个 呃 在乌克兰做比赛嘛 就基辅做那个 打布西斯 有两届 不是 麦克赛特他们都去过嘛 茂尔神 麦克赛特 泰姆他们几个都去过 那个乌克兰 对 然后麦克赛特回来说 那边简直就是天堂 太便宜了 他们吃了一个 就非常高端的一个餐 什么牛排 对吧 他们去吃 然后人均大概 人民币六七十吧 对 麦克赛特说 在那边已经吃疯掉了 他非常便宜 这边全都是假修帝宝 他的关键不是 不是这个东西便宜 而是他们就觉得 他的妹妹子也非常好看 是的呀 当时他们他们几个人去过 而第二届 反正有两届嘛 有一届是麦克赛特 茂尔神和 呃 李平南去的 还有一届是谁去的 我忘记了 把李平南去了两届嘛 对 李平南去了两届 这啥东西啊 这 没问题啊 还好还好还好 而李平南 还不够开 李平南跑过去 他说他跟妹姐两个看到那个 在机场看到那个白头发的小姐姐 一个服务员 然后他特别想要别人电话 然后没要到 这太丑了 那也有可能吧 那也有可能吧 反正别人 别人说过一会儿给你 然后就没有过一会儿了 人都没了 下次啊 下次 有点伤啊 有点伤 伤得一笔好吧 关键是他跟没劲两个人 妈的 这是成功不了的呀 他们两个 这盘我看一下 这盘 这盘是啥战术吗 怎么三个气都下去了 感觉要跳飞龙吗 但跳飞龙也没这么跳法的吗 这怎么找三个气吗 偷呀 打偷呀 不 其实不来很简单 就是我就偷拼一枪 你如果说什么 正面什么火车压制什么的 那我叽叽就对了 我反正打不过你 正常打对吧 我肯定要偷出来之后 那我 他偷什么 是偷飞龙吗 这二本好了 好像也没放飞龙的 飞龙塔 飞龙塔 放下去了 看着 他这个也太 裸偷飞龙了 他是不是在裸偷飞龙吗 但没问题啊 偷完了 然后直接去开矿 全太阳也没有常规打呀 他也没有出火车的呀 他有点虚啊 对不对吗 对 这你给了全太阳很大一个压力之后 全太阳的打法也会非常求稳 这个 这个狗 不会吧 还要少 如果再多个 多个七八条 这个全太阳 都要打穿了 说不定 这个跳飞龙 我是第一次见 这么跳的 差不多开三框了吧 全太阳其实前期来说 就是这个全方流的开局啊 对啊 他就跳飞龙五分钟开三框的 直接放独暴虫潮 这你吗 五分钟独暴虫潮 跳飞龙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他答案我知道了 裸跳飞龙啊 他也没有攻防独暴虫潮下去 先飞龙 独暴速度一按对吧 然后就狗独暴就按脸 就这种 那不是silky的那套嘛 但是silky比他打的好多了 silky是先提毒宝速度的 他没有这细节 就完全没细节 裸跳飞龙 但这个飞龙很快啊 五分四十秒飞龙 已经九条出来了 但我有预感 他可能要中雷 刚才看到全太阳 你妈那边 埋了很阴的一颗雷的狗逼 好像埋在了VS旁边 对对对 VF下面 VF下面藏了一颗 狗逼你妈 这个雷估计要中 我告诉你 裤裆藏了颗雷啊 就在那VF下面 那里藏了颗雷我靠 你妈的裤裆藏雷 毒宝速度按下去了呀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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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防那么好 他不会进来的呀 哼 你把外面那个 我已经打了多少个方子了 对啊 狗逼我已经先打了 拉一下呗 飞龙 我不用拉了 没有这个细节 全量已经压出来了 反正我就 你信我还只有两框一波呀 妈个鸡的 我看得出来的呀 那不就是那个 不就是那个 COK那天打TIME这个战术吗 挺厉害的这个 挺厉害的 但是布莱的这个真的是太没有细节了这个飞龙跳的 你不要管他飞龙跳有没有细节 我就跟你这么做 反正我反正我一波要冲的 你你别逼 对啊 冲去冲的赢就赢了冲不赢就输了就结束了 你不要跟我说其他的 这你妈飞龙被薄了 从中间扑出来 哎呦 死了一条 还好 死了一条死的还好 别去中那个雷啊 哥 他最终还要中吗 中不了 中不了 他只想打这个 哎盾牌能不能打掉 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 强行点掉动雷 这他果然怒了 我扣 他怎么还在按飞龙啊 你不打一波嘛 你打一波你按飞龙干嘛 那样很稳 雷达一撒发现三观 没有多少农民 坦克能不能脱掉 这 六条飞龙死了,我靠,这妈的真的醉了 说这个实力,你能怎么办? 拳太阳只要掌握住这个比赛的主动权 埋地独暴继续 他要先埋地独暴赢一波,然后再冲 但拳太阳左边已经推出来了 打了这个局面拳权盾牌被点的 但我觉得打这波还是没问题的 拳权要有一攻的 回来的部队是零攻零防 拳权这位置加的太猥琐了 等着你冲啊,不就等着你冲吗? 真的猥琐 其实说白了,这场看下来 拳太阳打不赖,拳太阳心里面还是有点虚的 知道对方是个拼逼,对不对吗? 就你给他,你给他心里上是有压力的 所以导致了拳太阳,其实他打的 给我感觉啊,就非常保守 到现在为止,双方其实在这个基本攻这一块上 已经拉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 特别在运营上 运营暴兵上这个差距太大了 本来反正这些年也没怎么进步 就是靠这些东西再打 然后拳太阳呢,他因为 就知道你是这种什么狗独暴要直接起脸那种 所以他一直打得很稳 今天你就算炸到,你买地底包炸到了 也炸到一波也没用啊 哎呀,反正不赖也不是说这个比赛看输赢的 他你妈就自己反正按自己节奏在打 他也不管,你把我打死就算了 我反正按我自己节奏该怎么骚怎么骚 该暴兵,该暴兵,该冲该冲 我靠,你妈叫飞龙什么情况啊 我是不赖,我告诉你 我就在一个地方,就整个地方 我埋八个赌包 他飞龙还切出来了 我跟你说,黄哥 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埋八个赌包 妈就独你走这里过呢 我独你走这 我独你枪里有子弹呢 独你走这里,首先你一定要走这里过 对吧,然后我先按三个赌包 他三个地方都埋了 他三条路都埋了 我就说嘛,我埋一次没用啊 我炸一次没用啊 我要炸两三次啊 一次性炸个粉嘛 就是一次性我要把你手也不炸了 你先 不是,你就埋在一个地方 先三个赌包先炸 炸完之后 一般人组,对不对 会撒一把雷达,看看有没有赌包 但其实这个时候 不是,他埋了那么多赌包 他反应得过来嘛 你把每个地方都埋赌包 他反应得过来嘛 我估计说全量 现在虚的一批各种雷达在扫 他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 对啊,感觉 他感觉对方气势很足 实际上他人口 之前一直领先三四十人口 这就是这种打一波 这种狗逼的这种打法 就是他可以选 就打一波之后 他如果说真的基本功好的话 他就打得你很不爽 然后他就各种扩张云 如果不赖这盘 他的这个基本功 有嘎起那么好 那我估计全量走了 全量打得好怂啊 这打打不赖 不想输啊 上一盘被拼死 莫名其妙的 我考虑过啊,黄哥 就一个地方埋八个赌包 对吧 你先炸三个,对不对 就正常人 可能你被炸了之后 你想的是我撒把雷达看 对吧 这是第一反应嘛 但是你要面对职业训练的时候 他就会计算好 这个时候你炸完之后 下面就没赌包了 然后你再炸 有没有道理啊 这个会骂娘的好不好 全天上这个正面真的好软啊 他这种打法 你妈为什么一直在跑嘛 我靠 慌呀 我打个不赖 打打成这样 你妈就猥琐 他不要到时候真的被万箭归宗了 我跟你说 一会儿一会儿过去被中两个埋地赌包 你妈搞笑了 然后中完了 不赖一波冲 把他冲死了 我发现不赖攻方也起来了 是的呀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部队 哎 我跟你说 不会吧 这不会吧 这你妈 没事 没没 独暴没来 他又秒GD了呀 独暴来了呀 这G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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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要被秒 GD要被秒 被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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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赖优势了 这不赖优势了 你妈的 拳太阳在干嘛 刚才一度是 140打90人口 对呀 就领先4050人口 哎 我好迷茫啊 他怎么拿的GS冠军啊 全太 他怎么3比0 Dark Dark的 Dark怎么会被他3比0的嘛 你妈雷达撒到一个 撒到一个 撒到一个啊 下面有两个哦 不要不要 全太阳 你看 哎呦 哎呦 万箭亏中了 全太阳一挖的糟中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不赖这波打完之后 他的牛肯定能够出来了 这个牛出来之后 真的不好输啊 这个牛出来 是的呀 你妈的他只要敢顶 过一会儿 把全太阳一波顶死了 难道真的要 不赖你们要那个吗 这太厉害了 他就怕靠这种东西 这排 这排如果真的 这排如果不赖赢了 就真的太立志了 你妈的 前击落后 六五六十人口 然后打着打着 要翻盘 我不管怎么说 这盘就算不赖 不赖输了 其实我觉得 全量都打得很 打得很 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 其实对于 就中国选手是个启发 就你弱的时候 你这种打一波 打得对方虚的时候 对方既然 也会 也会很慌的 就不会就按照 你说不赖这个实力 跟中国选手比 真的不强 真的没强到哪里去 你没强到哪里去 对 就那么回事了 不赖你妈的 就是个拼逼我靠 然后他 但是我跟你说 不赖有一点 就是他该怎么打 他就怎么打 反正我妈的 我输了就输了 对吧 我该暴兵暴兵 该该这个 该跟你A正面 A正面 我也不怂 这飞龙再切 这正面 如果万一被滚怎么办 这拳带牙正面 不是很硬啊 有机会被滚 还有干眼虫 干眼虫有牛 你妈的 这拳带牙不要 不要没了 要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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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啦 这拳带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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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啦 都没啦 飞龙回来 有牛 飞龙回来有牛 我靠 你都能够 这你吗 他赢了 还有那么多 你 我靠 哎呀 我操 全太阳 你把立志了 我操 好丢人呐 全太阳 哎呀 太他妈丢人呐 不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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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们包了 我靠 有多少买全太阳 两百三 两百三十二百 他很多人在追不赖 妈的不给你们追 我靠 全太阳 你妈的 你妈的